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雲霸 從前如果說按摩椅是最容易吃灰的產品 我絕對舉雙手認同 但自從我用過這張灰葉AI追夢椅之後 整個改觀 真的 它不像傳統按摩椅那樣 就是幾個滾輪在背後垂啊 推啊 這次灰葉的AI追夢椅 首創AI智能旋鈕 當你進入到AI模式之後 就像去高級按摩會館一樣 師傅可以根據你今天想要的按摩手法 力道 甚至是想要加強的部位做確認 滿足你全方位的專屬按摩需求 非常貼心 你看看這台AI追夢椅 擺設在我家裡面 一點也不違和 科技灰除了有未來感的設計之外 非常漂亮 搭配任何裝潢也非常的適合 那另外一個顏色是追夢藍 它延續前幾代的暢銷顏色管 而且它有三段式的零重力 可以讓你用最舒服的平檔姿勢 放心交給按摩椅去釋放壓力 它採用5公分的零空間前滑式設計 所以你的後面只需要預留5公分 就可以大大的運用這台多功能按摩椅 它是最適合長輩的按摩椅 從前的按摩椅啊 開始之前你要用一個長得像電視遙控器的東西 你一個一個去選擇設定 不要說長輩看不懂 我自己也搞不懂要怎麼按 才會符合我自己的需求 所以為了要符合我爸媽還有我自己的需求 我去外面試做了很多按摩椅 那這張AI追夢椅就不一樣 你看它只要一個AI智能旋鈕 它就會一步一步的問你 你今天要按什麼樣的手法 什麼力道 甚至按摩的部位都可以選 那手法有揉捏揉拍拍打 直壓四種 那力道有分為輕中重 那按摩部位看是你要選擇做全身 還是肩部腰臀 它都會自動記憶 那下次如果你想要也可以直接照這套設定去按 就很像我們去外面給真人按摩一樣 師傅會一一問你的需求 去精準滿足這次按摩想要的東西 而且你看這顆旋鈕啊 它上面的圖樣啊 非常簡單好懂 操作也很直覺 那你就用旋轉的 轉到確認之後就按一下 輕按表示確認 這麼簡單的操作方式啊 我拿給我爸媽用 只要交一次 它就第一次就上手了 真的我覺得現在要買給長輩用的家電啊 簡單好懂最重要 有太多老人家 閒遙控器上面的太多按鈕 他一輩子也沒按過 然後問他為什麼不用 他就說怕他按壞 簡單好用 才是王道 再來講另外一個很特別 我自己也很喜歡 而且是別家都沒有的東西 可以說是全球獨家的 VMotion搖擺拉伸模式 你對按摩椅的想像還是在按嗎 這一台按摩椅還可以幫你做拉伸喔 像我啊 我們長時間都坐在電腦前面 做工作 做剪接 那下半身都會很緊繃 那這一台AI追夢椅 下半身它還會做V型的左右搖擺 精準設計的16度 你會感覺 從小腿舒緩拉筋到大腿 腰部 甚至膝蓋也可以放鬆到 那像我自己啊 平常都有在去慢跑 那小腿都會很緊繃 那這個VMotion 就可以像泰式按摩一樣 幫你拉筋舒展 而且我覺得 它腿部的地方 真的做得很精密 小腿路的地方 會有雙向的 上下揉搓按摩 再加上腳底板 會有貼合腳底的滾輪刮沙 那後腳跟也有一個氣囊 去幫你揉捏 這個就是讓我想到 當初去泰國 我一次找兩個按摩師 給我雙飛 上下一起按的感覺 皇帝都沒有這麼爽 你覺得這個腳這邊 我來歪去這樣子舒服 嗯 還有 按摩檔 好像這個 好像紙 好像用那個手在按一樣 那這些位置 你覺得按哪一個位置比較舒服 腳底 對 因為腳底一直 一直 是我在顧電 整天都起來 腳底按摩 好 還有哪邊你覺得很舒服 全身滾動 還有床背後 背後 哇 他背後好像一直拉 拉上來 一直推 推 然後一直按摩 按摩 按摩 用按摩槍去打到鐵 弄到一半喔 常常變得自己的手也酸了 然後肩膀也還是很酸 那同時 他的滾輪也有做特別的設計 他的形狀是半月輪 真人手勁滾輪按摩 他在接觸身體的地方 是斜面的設計 可以貼合身體 同時分散壓力 簡單說就是不會那麼痛 就很像真的師傅 用虎口 幫你抓捏 角度很靈活 也很輕柔 可是你會感覺到 力道很紮實 灰燕AI追夢儀他採用的是2SL雙曲軌按摩技術 S指的是我們人體的脊椎曲線 L就是頭部到大腿根部呈現L型 你看這個倒軌真的是超級長 我真的是體驗了之後才知道什麼叫做臀感按摩 你真的可以從頭 肩頸 背 腰 一直到屁股 大腿 腳後跟 他都可以幫你很扎實的按到 真的是非常爽 一般船頭的按摩 都是爪一的 還有按摩那個震動 那個閃動 阿這個 不會 有更換 按到 好像手工在按摩一樣 這要被壓起來 economics 我吃這個和ción的 學校 而且那個姿勢 剛好可以讓你抱就是 那就是完全是躺著媽 如果你就在外面按摩 就知道師傅啊 兩隻手 光是兩隻手的手法 就会有很多种 有揉捏 有按压 有时候也会用垂的 也会用推的 那如果你喜欢自己慢慢设定的朋友 你可以用左手边的这个遥控器 它可以做手动的设定 非常多元 AI追梦仪的按摩手法有九种 包含是揉捏 顺揉捏 反揉捏 上半 下半 揉拍 敲击 止压 那部位也包含全身 上身 下身 或者是局部 还有定点 五种部位 那有五种按摩速度 三种宽度可以让你选择 那全身高棒的气囊 包吹推压 而且最让我惊喜的 是它还有热敷功能 你从选项这边 可以开启温热功能 那这台AI追梦仪 功能真的是非常多 那所以它就可以满足 想要细致按摩的 或者是简单想要爽一下的人 AI追梦仪它内建有12种自动模式 每一种都不太一样 它预设是大师模式 这是最经典的全身按摩手法 那我自己最喜欢的其实是全身拉伸 以及贵妇模式这两种 特别是全身拉伸 当它要拉的时候 我会先把肩膀跟小腿用气囊夹住 那接着它会透过中间的滚轮 从胸椎往下延展 整个就像很像那个躺轮胎一样 非常爽 有没有觉得你的背被顶起来 这台功能是最低的 前身弄 有没有觉得它是先把你的肩膀夹住 然后你的腿这边也夹住 然后再从你的背后把你顶起来 有没有很像在公园躺轮胎 第一个刚刚从脚底按过 先是合同 我每次按我都会按到睡着 然后连手这边也有在按 不啊 它好像每一个前身的每一个部位都有按到 嗯 头也有肩膀也有 背啊腰啊 连屁股都有 对 一连胶指头都让我按到 对啊 那所谓的贵妇模式啊 就是完全符合贵妇爱光街的生活 所以它会特别的强调下半身的放松 加热敷 所以你的双手就可以腾出来滑手机 或者追剧 说真的我自己年过40之后啊 身体的各个部位啊 会越来越酸痛 而且挥之不去还不会好 像肩膀啊 腰啊 屁股啊 整个身体都有一种快坏掉的感觉 所以我想到我40几岁就这么酸痛了 那爸妈年纪更大 酸痛应该是加倍 所以我就一直很想要有一台专业 CP值又高的按摩椅 那这一次用了灰烈AI追梦椅 整个经验 说真的不同等级的产品啊 本来体验就不一样 那按摩椅这个领域哦 它的学问也很大 你看市售有很多按摩椅 它的外观做得很高档很漂亮 可是实际躺上去三分钟 你就会发现 就是没那么舒服 功能好像都做了 却老是按不到点 老是在酸痛点旁边秤 我自己还得挪身体去给它按 总之买按摩椅就像出国玩一样 你的目的就是为了舒服 一次到位就对了 灰烈AI追梦椅非常棒 你唯一要考量的点只有两个 第一 错过这次现实用味会很厚 再来是你要选择科技灰还是追梦蓝 至于酸痛就交给灰烈AI追梦椅 如果你下次经过灰烈的门市 你一定要留点时间去体验一下 好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内容 我是云霸 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